上个视频有评论说 你经济学还讲道德呢 你莫不是学了个假的西方经济学 那么本期视频 UP主结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谈谈西方经济学主要依据的 三种道德哲学基础 公立主义、自由主义 以及自由意志主义 我们先来看看公立主义 公立主义的奠基人 是英国哲学家杰利米·边庆 和约翰·穆勒 公立主义的出发点是效用 人们从其环境中得到的 幸福或满足程度 根据公立主义的看法 效用是福利的衡量指标 而且也是公共政策 和私人行动的最终目标 政府的正确目标 是使社会中 每一个人的效用总和最大化 公立主义者支持收入再分配 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 一个穷人100元的额外收入 给这个人带来的额外效用 大于富人100元的额外收入 换句话说 随着一个人收入的增加 从增加的100元收入中 得到的额外福利是递减的 这个似乎有道理的假设 与公立主义者总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意味着 政府应该努力达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道理很简单 设想小明和老王两人 除了小明年收入3万元 而老王年收入100万元之外 其他条件完全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 拿走老王的100元支付给小明 将减少老王的效用 而增加小明的效用 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 老王效用的减少 小于小明效用的增加 因此 这种收入再分配 增加了总效用 这是公立主义者的目标 乍一看 这种公立主义者的观点 似乎意味着 政府应该一直进行收入再分配 直至社会上 每个人的收入完全相同为止 实际上 如果收入总量是固定的 我们例子中的100万元 那么情况确实是这样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公立主义者否定收入的 完全平等化 因此 他们也认为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要把老王的钱支付给小明 政府就应该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 美国的联邦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就是例子 在这些政策之下 收入高的人支付高税收 而收入低的人得到转移支付 但是 如果政府通过高所得税 压低一个人可以赚到的额外收入 小明和老王 勤奋工作的激励就变小了 当他们工作减少时 社会收入减少了 总效用也减少了 公立主义的政府必须使更大平等的好处 与扭曲激励的损失保持平衡 因此 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 政府要停止 使社会完全平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自由主义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在他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这种观点 罗尔斯从一个社会的制度 法律和政策 应该是公正的这个前提开始 提出了一个自然的问题 我们如何使社会成员 对公正的含义 有一致的认识呢 似乎每个人的观点 必然要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 才能高还是低 勤奋还是懒惰 受交易多还是少 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 我们能客观地决定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罗尔斯提出了以下的思想实验 思想在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前 所有人都要在一起开会 设计统治社会的规则 这时我们对每个人最终 将处的位置都一无所知 用罗尔斯的话来说 我们都处于无知面纱背后的原始状态 路提里斯你感觉 哇神之无知 罗尔斯认为 在这种原始状态下 我们可以为社会选择一套公正的规则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这些规则 将如何影响每一个人 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 由于所有人都处于相似状况 没有一个人能设计出 有利于自己特殊状况的原则 因此公正的原则是公正协商或谈判的结果 用这种方法设计公共政策和制度 能使我们对什么政策为公正的判断 保持客观的态度 然而 罗尔斯考虑 在这种无知面纱遮蔽下 所设计的政策要达到什么目标 特别是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最终 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 最下层 还是中间层 那么他会认为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 罗尔斯认为 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 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最底层的可能性 因此 在设计公共政策时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 提高社会中最差的人的福利 这就是说 不是像功利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 使每个人效用的总和最大化 罗尔斯是要使最小效用最大化 罗尔斯的规则被称为最大最小准则 由于最大最小准则 强调的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 因此 它指明了 旨在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是正确的 通过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 社会增进了最不幸者的福利 但是 最大最小准则并不会带来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 如果政府承诺使收入平等化 人们就没有勤奋工作的激励 社会的总收入就将大大减少 而且最不幸者的状况肯定会更加恶化 因此 最大最小准则 仍然允许收入不对称 因为这种不对称可以增强激励 从而提高社会 帮助穷人的能力 然而 由于罗尔斯的哲学只重视最不幸的社会成员 因此 他要求的收入再分配比功利主义者更多 罗尔斯的观点是有争议的 但他提出的思想实验非常引人注目 特别是这种思想实验 使我们把收入再分配 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 这就是说 从无知面纱遮蔽的原始状态的角度看 收入再分配很像一种保险政策 房主购买火灾保险 是为了应对他们的房子着火的风险 同样 当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选择 向富人征税 以补助穷人的政策时 我们就为自己成为穷人家庭成员的可能性上了保险 由于人们不喜欢风险 因此 我们应该为自己出身在一个 给我们提供了保险的社会而感到庆幸 但是 有一点还不是很清楚 受无知面纱遮蔽的理性人 实际上厌恶风险的程度 是否已使他们遵循最大最小准则 实际上 由于原始状态的人 最终可能处于收入分配的任何一个位置上 因此 在设计公共政策时 他应该平等地对待所有可能的结局 在这种情况下 在无知面纱之下最好的政策 应该是使社会成员的平均效用最大化 而且 由此产生的公正概念 就更接近于公立主义者 而不是罗尔斯主义者 第三种 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哲学指导思想 自由意志主义 到现在为止 我们考虑的两种观点 公立主义和自由主义 都把社会总收入作为社会计划者 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 而能够自由地再分配的共享资源 与此相反 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 社会本身并没有赚到收入 只是单个社会成员赚到了收入 根据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看法 政府不应该为了实现任何一种收入分配 而拿走一些人的收入 并给予另一些人 例如 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 在他1974年的著作 《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中 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并不是那些从某人那里 分到一块蛋糕的孩子 分蛋糕的人可以对自己粗心的切割 做最后的弥补 没有任何集中的分配 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 有权控制所有的资源 来共同决定怎样发放这些资源 每个人得到的东西 都是其他人通过交换 或作为礼物送给他的 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不同的人们控制着不同的资源 新的持有者 来自资源的交换和人们的行动 在公立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努力判断社会上的不平等程度 多高来以此重新分配蛋糕时 诺奇克否定了这个问题的合理性 自由意志主义者 还有一种评价经济结果的方法 是评价这些结果产生的过程 当收入分配是以不公正手段达到的时候 例如当一个人偷了另一个人的东西时 政府有权利也有义务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只要决定收入分配的过程是正义的 那么分配结果无论如何不平等都是公正的 诺奇克通过进行社会收入分配 与课程成绩分布之间的类比 来批评罗尔斯的自由主义 假设有人要你判断 他现在正在教授了经济学课程成绩的公正性 你会设想你自己处于无知面纱之下 在不知道每个学生的才能 与努力程度的情况下 去选择某个成绩分布吗 或者你保证评价学生成绩的过程是公正的 而不考虑成绩分布结果是否平均 至少就成绩的情况而言 自由意志主义者强调过程 而不是结果的观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结论是 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 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强调个人的权利 以确保每个人有同样的发挥自己才能 并获得成功的机会 一旦建立了这些游戏规则 政府就没有理由改变 由此引起的收入分配 好了西方经济学三种政治哲学基础 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由此可见 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要讲道德的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剔开道德谈经济 即便你理论说的天花乱坠 你理想的乌托邦把蛋糕做得再大 该饿死的饿死 该吃土的吃土 该游行的游行 该造反的造反 那这种经济学还是放在书斋里 孤方自赏好了 那本拍摄了